一个小周末没有来菜地 现在向日葵全部都开了 好漂亮 因为向日葵呢 这次我种了两个品种 现在这边这个长得有点像大栗花的 是叫玩具熊 我是种来专门用来剪花用的 开了全部开了 而且好多个头好漂亮 剪完下面还有 种了好多好多 这里还有好几排 反正现在已经实现了剪花自由 这个的话就是拿来克瓜子的这个品种 希望鸟不要给它都祸害掉 小鸟太多了这边 但是现在呢遇到一个难题 就是鸡鸭鹅集体罢工 全部都不下蛋了 就是刚来的时候 你们还记得每天都给我下几个蛋 然后现在都不下蛋了 现在对我来说种菜呀种花呀 确实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了 就是偶尔会遇个小困难 但是基本上鲜花蔬菜水果都能实现自由 这个应该是叫护瓜 已经泛滥了 这个可以分享给朋友们了 确实有点吃不完了 这个西瓜也是几天不见 你看这个小西瓜已经长这么大了 刚好旱季来了 瓜类的都不太喜欢下暴雨 所以很快我们就实现了西瓜自由了 这个就是上一次和大家聊天的时候 撒的生菜已经长这么大了 完全实现了生菜自由 这个获笋的话真的是看着太开心了 在这个地方是买不到的 我把它种出来了 真的好开心 现在就是还没有完全达到我心里想要的那个样子 因为边上那个围栏边上的花还没开 但是小样子已经出来了 小南瓜也是 现在是到处挂的都是小南瓜 特别高产 这小南瓜我们家是超级超级喜欢吃的 我是喜欢吃青的 他们也几个呢喜欢熟了一点的 这个是我在当地买的一个品种 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品种 这个挂起来的这个应该是叫绿贝贝 种了两颗绿贝贝 但是它还挺高产的感觉 南瓜真的是接的超级超级多 看着就特别开心 很非常可爱 这个包菜的话长得还是挺好的 我不记得我种了这样的蔬菜 不知道可能长变异了 这什么东西有点像西兰花 这个火鸡它这样把它打开真的好漂亮 有点像孔雀一样有没有 好好看好好看 但是那个这个是公的 那个母的天天要下蛋 已经连着折腾了好几天 它就不下 是不是担心我把它的蛋给拿走了呀 那我给它放一个鸡蛋在里面试一下 会不会有效果 这个母的它已经在这鸡膊旁边转了好多天 然后一会跑到窝里做也做了好几天 就说明它肚子里是有蛋的 但是呢它不下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害怕还是什么 这个大鹅也是 他们几个好像商量好了似的 就是集体罢工 一夜之间全部都不下蛋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为了当地的人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姑娘的话 看着应该是熟了 这样摸一下 掉了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这个试一下好不好 这紫色的这个 我这次见紫色的 还蛮甜的 大家帮我吹出主意吧 怎么办 养了那么多鸡啊鹅 突然就不下蛋了 还有什么方法 大家可以给我建议呢 我再来试一下 因为我能想到的方法 我都已经试了 还是不行 所以我就要求救大家了 那今天的视频先就到这吧 大家有什么好的主意帮我留言 我再来想办法 我怎么办呀 好吧 那今天的视频先到这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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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